本分局近日发现在南桌乡一处田园 夜间有可遇人车出入平凡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收证 发现有赌客利用深夜时段 躲藏在偏僻田园中从事赌博行为 专案小组于7月31日晚上20时取 此屏东地方法院搜索票前往查气时 赌客一看到警方到场 即四处在农田内逃窜 但仍然南逃警方的围捕 当场查获庄家及赌客 共计31人以天酒指牌从事赌博行为 现场查扣赌支新台币13万3400元 及计时器、天酒牌、夹子、甩子等不法证物 全案依刑罢赌博罪移送平凡地点署偵办 另呼吁乡亲如在社区中有发现可疑不法刑事 请立即向警察机关报案或检举 警方将全力查处 进化社区治安、共创安居热月的家园